中央社记者顾全台北四日电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表示 社子岛开发案送内政部审查已一年多 因此他今天拜会内政部长叶俊荣沟通到底卡在哪里 他说内政部比较注重开发补偿会回去再准备资料 柯文哲上午率副市长林清荣都发局长林周明等人 前往内政部与叶俊荣内政部次长花敬勋等人讨论社子岛开发案 会前握手寒暄后随即进行约50分钟的闭门会谈 柯文哲会后受访时表示他今天就是来沟通 因为社子岛开发案已经审查超过一年到底卡在哪里彼此沟通 柯文哲说就像考试一直没考及格 不知道到底是准备方向不对还是怎么回事 大家沟通一下内政部比较注重拆迁补偿 回去再准备一遍 下次再来报告就可以解决了10612004